好 来到了今天的气象时间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其实休假的天气才关注 上班的天气不重要啦 因为上班没有心情去关心天气 这个周末呢 我们知道在周五开始 就要展开三天的中秋廉价了 原本很怕有台风 要来扰乱台湾的天气 现在看起来几率非常的低 原本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在南海这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发展出来了 但是到今天 因为它太靠近陆地了 结构被破坏之下 它已经消散不见了 至于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你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个 逆时钟旋转的涡旋 它附近非常多的水汽 因为呢 这个低压系统呢 它的这个环流真的太大了 要在短时间之内 也在本周之内 廉价这段期间呢 发展出一个热带系统 发展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目前来看呢 几率相当低 恐怕要有台风 下周比较有机会了 所以本周来说呢 天气的重点是什么 基本上是东北风的一个环境 感受运图 带您进一步来看了 你可以看到呢 从明开始一路到周末假期 廉价这段期间呢 都是东北风吹拂的影响之下 迎风面的北部 东南部地区 恒春半岛比较容易一整天 有一些零星暖战震雨的出现 雨量不多 不用担心 主要呢 中南部地区 还是集中在中午过后呢 山区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这个廉价期间 大家要留意的是 廉价的第一天 天气也最好 接着天气会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到 周六的 晚上到周日 北方呢 东北风明显增强了 你可以看到 入秋雨来第一波的东北季风 恐怕会影响台湾 到时候北部东北部地区呢 温度会下滑 暂雨几率看起来到周日 会是廉价三天最高的 除了廉价天气之外呢 这几天的天气 我们稍微扫过 带您来关心一下 明天整体来说 还是前台高温也热 跟今天一样 统统占上了30度以上的高温 部分县市 还是有标破36度的机会 此外线的部分呢 明天呢 在中午这段时间 也都是偏强的哦 你可以看到 各个县市 都是来到了红色的过量等级 降雨的部分 重点是哪里呢 定量降水预测 陀进步 这带您来看了 您可以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呢 因为东北风吹拂 迎风面地区呢 尤其中北海岸 东北角 还有宜兰 比较容易有下雨的状况 明天白天 还是集中在山区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如果前往山区 就要特别留意 紧接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你 北部地区 明天白天高温 31到34度 中部地区 晴到多云的 好天气 南台湾的部分 要留意 山区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东南部地区 尤其是宜兰 降雨几率 特别的高 来到50% 离岛地区的观众朋友 白天高温 30到33度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 大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就能来以后 再加上 静 闻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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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